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Adobe Firefly 和 AnyTest 多语言视觉文字生成 它们都可以完美的生成中文 目前比较常见的 AI 图片生成的部分 通常在处理文字的话 还是以英文为主 例如像下面这个Cama 我们进到这边来 这里你按到编辑文字 我们Cama里面有一个抓取文字的功能 它可以帮我们直接把图片上的文字辨识出来 而且在文字的样式上 也可以尽量设成跟它接近的 不过目前这样的功能 只能局限用在英文字的识别 另外在微软的Beam Image Creator 还有最近Google Bar 也都开始支援直接在Promote里面 直接可以修写英文和数字 例如Beam Image Creator 它就可以像这样子 直接在上面告诉它 我要写上什么样的英文和数字 我们就可以在图片中直接生成出来 目前在Google Bar里面 它只支援用英文的方式来描述 所以我们可以请它Draw Picture 告诉它提示词之后 后面加上Add Test 就可以指定我想要它书写的英文和数字 刚才所提到的平台都只能处理英文和数字 如果你想要处理中文文字的影像生成 现在主要就是Adobe Firefly 以及Anytest多语言视觉文字生成 这两个部分呢 比较可以完美的处理中文 首先我们来看看Adobe的Firefly 它基本上除了标准的用文字生成影像 生成填色 在文字的效果部分是它很重要的特色 也是其它影像生成服务里面 比较没有看到的 进入文字效果之后 你可以看到预设这边 已经有很多的文字效果在等着 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生成 下方这里呢 也会产生四个幻例的图片给你做参考 那在中文的部分呢 它总共有三个字型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选稍微出题的部分 然后呢 在符合形状这边 总共有三种样式可以选择 选择紧凑的 它在生成的时候 就越接近原本文字的外框 选择松散的 它就可以稍微再往外扩张 那我们以现在这个紧凑的部分 搭配这个黑体的繁体中文 我们来试看看 输入竹虎春风 这样就会有紧凑的效果 另外呢 你在下方这边 还可以设定文字的颜色 还有背景的颜色 如果你选择透明的 那我们生成的 就会是背景透明的图 我们滑到右上角 名就可以把它做下载 甚至直接复制 就到其他的影像处理团体 继续后续的编辑 都是可以的 Anytest多语言视觉文字生成 这个是由阿里巴巴它所示出来的开源方案 它支援了中、英、日、韩四种语言 所以它不只在2D、3D生成的文字都没有问题 目前来说 这应该是在中文的部分 可以有最好的一个文字影像生成的效果 现在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使用Anytest 一个是在HackingFace 它有一个demo 另外一个呢 也有网友把它做成可以在Collab上执行的一个笔记 这两种方式其实都可以 那如果你使用HackingFace的话呢 有些时候可能它网站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生成的时间就稍微需要等一下 你可以考虑使用Google Collab的方式来做执行 都是可以的 进入AnytestDemo站之后 你可以先看到这里有一个参数的部分 那里面呢 你可以选择要生成的图片数量 它的步骤 以及它生成图片的宽度更高度 目前它最大的宽度高度就是到768 如果你觉得一进来 对于它的这个界面不太了解 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它很贴心的提供了中文和英文的这个提示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它有两种生成方式 一个是TextGeneration 文字生成 一个是TextEdit 文字编辑 那以文字生成来讲 我们从下面这边 你可以按一下中文提示 这里面呢 这些内容 你都可以直接点了 就能够在上面 看到它把它的提示词 还有它所要做的步骤 都把它加入进来了 您可以直接按运行 就可以生成 例如我在这边 如果选择 把这个字 我先把它修改为 繁体中文 按下生成 那它待会呢 就会在这个地方 生成我们 所指定的这个中文文字内容 一样 会产生四个 所以您可以发现 这个使用方式真的很简单 那如果您想要生成的 这个位置不一样 您可以来这边 按一下这个清除 您就可以直接 重新的来指定它 要在哪个地方生成 例如我想要在这里生成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是 首位的方式 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决定 文字的方向 重新再按一次生成 这样它就变成直式的中文字 另外呢 它也有就是这种 所谓的拖框的方式 一样的 您可以选择是 直式和不是 还有呢 你需要几个字 你可以直接来这边指定它 那因为我们上面呢 只有一个字串 所以呢 这里我就选择一个 那您可以自行决定 它的宽度 还有它的高度 那如果我把它写在下方 按下运行 您可以发现 这样子中文字都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呢 你都不指定 也可以直接 让它用随机的 这样子效果也是很不错哦 接着我们来看文字编辑的部分 它跟刚才的文字生成界面就不太一样 那你会需要有一个参考图跟它的原图 那么一样的 它有提供英文和中文的范例书名 那么以中文的范例书名 这个来说 您点下去之后 它自动就会帮您把 它相关的图片 还有提示词 一样就采入进来了 那您可以看到 原本呢 它上面这里 可能有其他的这个字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两个字把它涂起来之后 告诉它要生成为乾隆 如果呢 你有两个字 是分开的 你中间用一个空白的半型 空格 隔开就可以 我们按下运行 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模仿原本的字的样式 自动的帮我们改成乾隆 一样也是有四个样式 这次呢 我们自己来上传图片试试看看 首先呢 你可以在这边把我们要的图片抓进来 接着它就会在左右两边都产生相容的图 那我们在左边这张参考图呢 你可以选择 适当的笔刷大小 再要生成文字的立法物把它图过去 那我在这边呢 告诉它 我在logo上要写着 龙年吉祥 那你在上传图片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必须要是64倍数的宽度和高度 那我们来测试看看咯 这样就OK咯 好 我一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